好,接著到下一套,這套了,季頭都已經說這套東西做得不錯了,去到原番呢,總體評價是今季裏面,我相信都是頭那一班來的。 好,說新花,我想期待的,想看的這套,完全完成了,我覺得可以給合格異上啦,高水長都知道。 我們接著說那套,就是信長之槍,這套其實之前說過,其實它是漫畫,其實它應該是追過了漫畫,理論上我沒有記錯的話。 不是,聽過,它原的時候應該是漫畫最,應該是真的原的地方,因為之後那拍力會變成長片來的,聽過的話。 是的,當然啦,這套東西我都說過,原作作畫其實大家就不需要期待的,原作作畫是比動畫作畫更加差的。 不是,今天之前有幾個朋友說,漫畫,你不要看,看動畫就算了。 而動畫叫做,這套東西,就是各自每一個所謂拿到這個偉人的基因,各自能力,其實,我覺得你說除了戰鬥系那一堆之外, 其餘那些其實做出來的畫面處理其實是不差的。 即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C值在裏面。 反而給出來的感覺是不錯,即是你不會每隊小隊都是一個賭武式的Copy來的。 每個人,他們搶不同的武器和個性的背後,是有不同的戰術發揮。 即使你不要說一個人,兩個人和三個人怎樣夾,即是分了一堆茶壞作同組之後, 做不同的partner之後呢,他們的玩法都完全不一樣的,可以是。 即是這是幾特別的可以是。 能否因此作者有花心思想想如何配搭? 或者這樣說,如果我形容這一套,這一套是屬於一些大開大合的作品。 即是……大開大合的作品的定義,其實大家當作是Q啦Q那種。 Q啦Q那種是極致的,就是玩到很準。 而信任之昌都是類似的規格以內的一個作品來的 那你見到其實它是沒有設定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就是告訴你有外星人入侵 而其實有一個外星人一早已經知道這件事會發生 他在外星人入侵之前就已經準備好 這個人類的最終的拯救人類的方向出來 就是搜集這個毀印的基因 然後等它散開之後 然後再使用它們製造的武器 那就可以擊倒這班進化侵入體 然後問題是我 其實我剛才都吐造的 它們怎麼穩穩 它們用什麼標準去篩選毀印出來的 其實你沒有的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大開大部分 你不要理會它用什麼基準 總之它就找到一大堆 你認識或者你都不認識的偉人 有些可能很出名它不找 有些不是很出名它找得回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算了 那些不是很關心的 沒有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要追究世衛 就是它的散播方式 其實是一個很不科學的做法 有些基因自己在散 又完全不追蹤 究竟基因最有什麼持有 你看到就是女主角小琴 小琴他也是 剛巧拿到一個球 不是應該是一個 不會被人發現的 遺傳基因 是啊 它是不會拿一個球 突然就死了 真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你要細緻去研究這件事的話 是 沒有解釋的 真的沒有解釋的 但是我都說 它這套給你那個Style 由第一集開始 就是這套大開大合的作品 而你說 叫做 最費時 或者是 最 可能說比較弱的 看點的 就應該會是 我們 新版介紹之後的 訓練煤 那兩回其實是真的比較 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不是 有意思的 那 你如果沒有這回呢 就好像一個 一個普通學生 剛剛拿個球槍 可以上場打怪獸 不合理的 那些遺傳基因者 全部萬能 都可以的 我覺得 原來覺醒了能力 就會身體能力大幅提升 這樣 這樣 OK的 那他說特訓媒 我覺得 反而 特訓媒 其實那個 重點 其實他是落了於 就是 單平常人那裡 單平常人竟然死光了 最主要 最主要是給小琴那個 責任 他專門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要拯救人 他不是的 之前其實他叫做為了自己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說是 某程度上而言 這裏就是 惡覺醒了就是 他說 他是為守護人類而戰 這樣 你當是一個很大義的理由 這樣 當然 兩集的鋪排是長了一點 不過你說 他跟著 這一套動畫裡面 其實 另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 因應戰場 跟比出來的 那個組合 那個 就是剛才說的小隊 之間的組合 你都見到是 有他 有思考過的地方 當然 最standard的就是 這個 開堂首家 這個 女主角 小琴 這個所謂的 最高破壞 是叫做 強襲 強襲型的戰法 你可以說 因為另外 甘地和牛頓的 真是很記憶 真是不要叫他們 原名 原名沒有人記得的 我相信這套東西 我買的 因為是最後一集才說的 所以你應該是不記得的 即他兩個就是很 support型的 一個就是 操控重力 一個就是 防禦 即其實 你好像一些 反而他這樣 就不會因為這樣 有時候要勉強 又要全隊都要出動 但是以另外的人 沒有什麼價值 你會做focus 你會做 還有他每一個人 有不同的職責 可能有些是視線打的 有些是中學招惠 有些是後方分析的 就是 他分到明誓 他不會做多餘的事情 就是不會 即是不會說 一打 打男生這樣打 就很噁心 他同時 他跟著之後的集數 都會 中段裏面 其實是 present其他小隊 各自不同小隊 因為 其實很多 應該說 他這套東西裏面 其實那些小隊 應該是多到阿媽都不認得 但其實 在動畫裏面 其實就是 focus在第一小隊 和第二小隊身上 以及特殊班 那些三隊人身上 其餘那些 第三 第四 第五小隊 那些其實 就是 二線 到 只有一個畫面 就算 當然不重要 因為本身就是 focus都是在主角群身上的 周邊的角色 你不說是不要緊 打出問題 即是我們這個組織很虧武漢 跟全國國的軍事有聯繫 都有很多小隊 可以的 因為你自知有時候 你覺得這個世界級的危機 但是那五六個人 就完全沒有適合力 或者這樣說 一季班裏面 我也是說 一季班的動畫 其實不能夠 表現太多的角色 所以他背景交代完 可以的 我明白的 最主要就是 告訴你 是有 可能超多的小隊 但是 組合上 通常會 partner的 就是這幾個小隊 而其他小隊 可能說 做守衛 支援 因為不是的 你要再part其他小隊 你要再可能說 原來他有他的過去 其實你看到第一小隊 其實他都花了兩集時間 去介紹第一小隊 這一隊小隊的 每個人的特色 和性格 所以你看到 如果他要present 好像去到第八 第九小隊 他一季回去 他present完 已經是完了 你看到第三小隊的大宗 一集就出來就算 不會再怎麼說 因為他已經不用了 其他都是小隊 尤其在第三隊 他叫做大宗 今Aep思他過來亡場 走 Cooper 幫我們搜查 下集會不會在哪裏走 都算是問題的 我覺得我拜的問題 不過這套東西也是不死人的 我為什麼用QIQ這樣說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是不死人的 我主要角色是不會死的 有民有色的不會死 平民的靈界有平民的這件事是沒得說的 這套東西裏面 我也是說剛才一樣的 在經應戰場的阻礙而比出來的 戰鬥的迫力其實是夠 當然不是沒有要救病的地方 這套東西救病的地方 就是太focus on主角的能力 主角其實是太 甚至我覺得是太屈肌 某程度上是setting overpower 某程度上是 Overpower其實 傑克還屈肌 其實傑克那個不屈肌 當然 最欣賞這套東西是 你說它是很快 因為進程是很快 我覺得如果我們曾經說過 有能力統治 征服世界的外星人 如果Hilloman裏面的蟑螂有的話 我覺得在這套信仗之槍裏面的外星人 這些進發生命的侵略者 他們都有能力去征服這個世界 若然它在其他動畫的世界出現 它是很有能力去征服世界的 他們中法速度超快 中法發覺不正確 回頭再進發一條路都可以 聰明就是 不是把所有的賭主押了 因為其實 進發生命體 他那裡 一開始就說 是從這個脊椎生命體的進程去進發 因為他知道 所有人類都在陸地生活 所以說 當他佔據了海洋之後 這班人是海武的前身 佔據了海洋之後 然後跟著就是要進攻陸地 就要成為這個脊椎生命 而你見到就是 他亦都是作者 我可以說作者 本身是很留意一些 有些世偉的東西 尤其是去到最終決戰的時候 就是剛才我們說 原來就是那些進發生命體 留了一手 他就知道 他們的進化方向未必一定是正確的 他們留了一些 完全未進化的原細胞 去開拓另一條路出來 這就是備份 Stay up 人類都這樣做 沒什麼 也都見到 這班 這班真的是外星人 是一些叫做什麼 外星的高智慧生物 你不要理他們殘不殘暴 他們是一些外星有高度智慧的生物 知道他們怎樣去離定 就是一個生命的進化流程 他怎樣去叫做食物鏈 你可以說是 怎樣去凌駕於 現在食物鏈裏面最高層的人 去怎樣去征服他們 而且說服你這班星人 真的很好打很厲害 你不會見到 一隻怪獸出來 然後整班圍壞就死去 他有不同 有散兵 有游擊 有捕擊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甚至是利用了 我剛才說的海姆 就是他利用了這個大和 武藏 武藏號 去利用就是 本身伊金恩遺傳者 他們不能夠 除了破壞他們之外 他們的能力是對實體是無效的 就是兩者去混合 去造成一個雙重防禦 這件事其實你會見到就是 你會見到就是 你會見到就是 為什麼這一套東西 會 這些戰鬥比較 那麼多姿多財呢 其實是因為敵人 是會 不是完全只是適用正攻法 就是 也都不是好像那些很簡單 就是說 突然之間暗渡塵倉 但是其實打的方式是一致的 這方面的其實 有類似的 但是 叫做 當然形式不同 強襲魔女 其實你二型軍那些 其實 他沒有所謂的進化方式 所以其實 你所有的最終都是 只是打空戰 那個的 傳統模式 你只不過你喜不喜歡這種 以及這種打法 他給了幾大的速度感 和距離感 但是這一套就是 多姿多彩的戰術 而 因為因應每個角色的能力都不同 他怎樣去配搭這件事 所以做出來 那個效果 你會覺得是打得爽快 之餘 你會覺得其實 兩者是融合都是合理的 還有他有時候 就是說能力者打 但問題是他都幫人類軍隊幫忙 人類軍是不會廢的 他一邊出場有用到的 就是他技術就會幫到他手 當然 軍武這件事固然是 這套東西的另一個賣點 小一小琴開頭說軍武札 但問題是 你都知道 之後軍隊是廢的 那就是不會用到的 咦 原來他用得回 我記得是挺有趣的設定 所以這套東西 這個我想有趣 當然最終要說 在這一季裏面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季 這件事不清楚 他追了幾條 可能都要隔多一年 兩年才有機會有第二季 但你說這套東西 最終就是要對付這個 這個在海底基地的 進化親密體的時候 你會見到那個 當然 角色上其實他是為了 讓主角為能出現 而什麼 其實不是的話 應該是由 金色頭髮 只會坐在那裡說話 那個我忘記叫什麼 那個D.D.D.衛泉姐 應該是由 由他去發展 當然 你這樣說 就是 積田信長 除了在一個 很勇猛的 戰士之外 他還有一個 很厲害的 謀略家 在一個位置上 其實是沒有超自然度 而 其實維多克 其實他那個位 他是 參謀 他是分析戰局的 一個人 即他 他定 應該這樣說 維多克 他是一個戰略層面的 軍師 而 信長 是一個 他這裡的定位 就是 信長是一個 戰術層面的 策劃人 維多克 他怎樣 可能他想的 比較舊式 他想的方式 可能全部都是你 他是根據數據 數據 是這樣顯示出來 這個 他用這個信據分析 因為其實你看到 就是 當信長制定了 戰術之後 而怎樣令到這個 戰術去生效 其實是由 戰略層面 維多克去定立 即其實 當然你覺得 我開頭看 我也會有這樣的 就是 信長是 overlap了 維多克的角色 但你再細想一下 就是 其實 執細位 其實是由 維多克負責的 知識層面 你講就是 而戰術層面 就是因為本身 信長對這個 軍武系 小琴人對這個軍武系 知識是異常到不韓的 所以他可以制定這個 戰術層面 這個戰術層面 裡面我需要 一些什麼的軍備 一些什麼的人力 去援助他 令到這個戰術成立 而 在這個戰術之上 就是 怎樣令到這個戰力去分配 就是由 維多克去負責 當然 維多克是很不爽 因為本身兩個位都是他的 那 這個令計 那 可能 遲一下才爆 第一季沒問題 第一季沒問題 但是 而這個層面就是 最終這一戰裡面 將所有 第一 第二小類和特殊班裡面 所有的能力者的能力 是完全運用了 我覺得 在這一戰裡面 最精彩的地方 即是 我打算 維修班那個解譜 出來做什麼 咦 有一個原來都 還不錯 我覺得 首先就是 打 叫做 游擊 打游擊的就是 第一小隊那位 電單車那位 還有 金利利開來就說 給一個防禦型 他做什麼 突然下去之後 是推了有上去 即是你見到 突擊力再加上這個 絕對防禦 絕對防禦 他不是防禦被擋人 推了就推了 絕對防禦 就是什麼 他穿不過 穿不過他一起 真的頂住 頂住 那就可以推他們上去 你見到 在戰術運用上 我覺得 這裏還有 另外就是 要限制著 這一班 進發生命運動在這個 圖中 就是靠第一小隊 那位 操控大地的能力的人 去形成一個包圍網 所以 被營改了哪裏 而另外 另外就是 打手的 當然是第一小隊 兩位打手 兩位打手 見到 我看上去 真的 喂 真的 這一場 與其說 好像 這一班 真的是為了這場 戰役而 鋪鞋出來的 角色 你之前鋪得好 每個人的能力 可能 想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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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了賽道 可以令到 形成突擊網 和防禦線 而 第二小隊 這裏就是 防禦和重力 的話 就可以 限制對手行動 而令到 在未有小情的情況之下 就是 傑克 就是 可以 突擊 你看到 一開始有這個 組合 是很穩固 但是 你可以把兩隊 再融合在一起 這樣的設定 我覺得 甚至 這個故事 你可能覺得 大開大大 我只看這一段 我覺得 那個戰術 是合理到 即 你不要管 能力 為何可以推到這麼高 但是 以那個能力 運用層面術來講 是優秀的 你不得不承認 而 你說 在這一戰裏 你唯一要執著的 就是 我最好說 設定度 就是 信長的威能 實在太大了 不是 他是 加上整隊 坦克車 去打 沒有說不行 因為他是 用坦克車 引爆對方 看來的炸彈 當然 另一個 在這個 層面上 不合理的 當然是 傑克 最後 告訴你 他的能力 應該說 他是 兩種能力的持有者 這就是主角級威能 雙屬性 人 當然 他 這個叫做扭橋 這條針是扭橋來的 真的 你沒有可能 在一個 N那麼遠距離 幾乎隔了 隔了一個 一個 大洲的 他還在一個蜜蜂的球裏 他可以完全 即使我們看了他 我都不明白他怎樣過去 不知道 應該飛過去 但問題是他在一個球裏 應該出不來 應該是 不知道 在這一個 整段 最終大戰裏 這個位置 是超不合理的 其實 那一刻 突然間有抽來感 我覺得 本身就是 絕體絕命 在戰術 臭效的情況之下 都絕體絕命 即使 給你那個緊張感 其實是到位的 即使 你會 其實為了擔心 究竟 那些角色會不會死 你真的會有擔心 因為其實 你本身不會擔心 就是說 一切盡座長之中 你們是死硬的 那種的 還有就是 那班就是 你禁書那種的 就會說 何打嘴炮一定會贏你 還有就是 我出右手那刻你就輸了 我未出右手的話 就是 我現在留力跟你打一下 但是我一定不會死的 但是 你會見到 他亦都 present到那個情況 就是 一直跟你說 就是 人手不夠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作戰 其實是不可能實現的 基本上 即使 我真是說 我們知道 這個最終是會實現到 但是究竟要犧牲多少人 其實是會有那個緊張感在裏面 而 已經很難了 但是 嚇壞這個感覺的 我覺得就是 最終大戰最後的 就是 傑克和小琴他們兩者的能力 尤其是傑克的能力 實在太過為劇情需要而鋪排出來 有些破壞了這套作品的感覺 就是 我很說這個是主角級的待遇 那傑克就是主角 不 很簡單 不知 小琴和傑克那些人要拍拖 但問題是 一個送了一個是傑克 兩個男人來的 實際上 那裏面的合理發揮 其他女人就是 其他女人就是 關什麼事啊 千事 真是 前世和今世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怎麼知道 所以 撇除了這一點 其實 我覺得這套的評價是高的 這一點其實 唯一叫做什麼呢 你不會有太大的異上感 因為我也是說這套是大開大合 你只要不深究當中的能力的道理的話 其實你不會有太大的違和感 當然最終大戰 最終對付這個戰艦型的進發生命體 進發生命體 那時候 有些趕收工的 在戰略成功之後 其實這一個位置 其實是有趕收工的嫌疑的 戰略成功之後 其實都可以很快收 總之他打的時候沒問題 大家也猜到 我只會說 在這個最高潮頂頂頂 突然之間出現了爛場 不是因爲 始終研究班 找到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幾個技術 想令到一些白人自身殘殺的 那麽可以了 你不用交代那些什麼 我只是對 是傑克和小瓊那邊戰線的 打這個戰艦型 就是那邊 在另一邊 球體那邊的戰略 是完美無瑕的 我覺得是 整個故事是沒有冷場過的 其實是 而是在小瓊那裡 去到那個位置 就變成就是 壓制式的 主角式壓場的打法 是一個 破壞了一些 之前的感覺 其實是 我唯一覺得 這個位置做得不太好 整體上 其他東西 我覺得這套是良作來的 整套作品都會是 所以我覺得 你對這些 所謂 少少重口味式的畫風 不太介意的 聽眾 我覺得是值得一看這一套作品 他重口味是因為他沒有錢 他用很多 很欠錢的方法 他下色下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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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比較暗色 他用了 他用的鮮色的地方是不多 但又 又某常 把他的實習觀 我覺得 到ok 開始有什麼辦法 是符合的 但是我都說 你知道你喜不喜歡這種畫風 因為你不喜歡這種畫風 其實會很兇 但老實說 在劇情上 和戰鬥上 絕對會給你很迫力 尤其是 他 做得另外一種最好的 就是 槍炮那種的後助力 和那種的衝擊力 那種感覺 是 少有地 我看有地 我覺得是 tricky的 做得好的話 因為很多 其實做槍那些 動畫不是真的做得那麼好 後座力 後座力 有後座力嗎 那些動畫 沒有後座力 很沙碎的 你純粹聽到聲效 但是這個畫面 動畫作畫方面 其實是給後座力的感覺 他真的有戰爭動畫級 做開戰爭動畫那類型的觸感給你的 完全是 所以這方面是真的完全到位的 所以我 也挺推介 與其看什麼魔法戰身 呀 要征服世界又好 呀 什麼鬼的那些 不如看這一套 是的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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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